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已经击败王一博。一部热烈让人觉得他更糟糕。 肖战和王一博是近几个月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人物。 两人都在演艺事业上有着不俗的表现。 但两人之间的差距也逐渐扩大。 尤其是在陈情令播出之后。 一些观众认为这部剧已经不能再作为两人的代表作。 肖战作为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在演艺事业上一帆风顺。 他在陈情中的精彩表演备受好评。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此外,他还参加了多个综艺节目,展现出出色的主持能力和综艺感。 肖战在演艺事业上发展得很顺利, 但他的代表作不仅仅是陈情令。 与此相比,王一博的情况有些不同。 他在陈情令中的表现也备受好评。 但他的代表作一度主要还是停留在该剧。 此外,王一博还参加了多个综艺节目。 展现出很好的歌唱和舞蹈能力。 但尽管他的表现不俗。 但一些声音认为他并未能够取得与肖战相当的进展, 未能成为娱乐圈的新宠。 另外,两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肖战凭借着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 成为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之一。 然而,王一博在演艺事业上似乎停滞不前。 尽管他有出色的表现, 但未能接过肖战的接力棒。 肖战在演艺事业上之所以备受瞩目, 不仅仅是因为他在陈情令中的出色表现。 他还通过参与多个综艺节目, 展现出出色的主持能力和综艺感, 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他的演技才华、多面表现力 以及与其他演员的默契配合也是他备受赞赏的原因之一。 此外,肖战还参与了多部电视剧的拍摄, 展示了自己的演技实力和角色塑造能力。 他的出色表现在业内外得到广泛认可, 多次获得奖项和提名, 证明了他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除了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肖战还积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他多次捐款捐物,参与公益项目, 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这种正能量的行为也赢得了众多粉丝和社会的支持。 综上所述, 肖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 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成为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之一。 他的多面表现力, 演技实力以及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的形象, 使他在娱乐圈中不断赢得更多的支持和认可。 与此相比, 王一博在某些方面的进展相对较慢, 导致两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有些人可能认为王一博有心的电影作品热烈, 这能算作品。 未该剧是一部烂片, 原因在于王一博在剧中表现没有演技, 角色设计主要是为了打造他的形象。 受众仅限于他的粉丝群体。 片中的黄博有演技但年龄较大, 外貌不够吸引人, 凯文是唯一的亮点。 宋祖儿的角色多次一举。 电影中过分强调了王一博的魅力 且主角受到了粉丝们的盲目吹捧。 因此这部电影更糟糕了。 个人作为王一博的前粉丝, 感到对他失望, 希望他今后能离商业资本远一点。 多进行个人积淀。 当然, 观影体验因每个人的审美和期望不同而有所差异。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理性的方式探讨剧情, 演员表现等方面。 这样的讨论更有建设性, 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各种观点之间的差异。 总之, 虽然肖战和王一博在演艺事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但他们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陈情令可能已经不能再作为两人的代表作。 此外, 肖战通过出色的演技和综艺感成为娱乐。 圈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之一, 而王一博未能取得相同的进展, 未能成为娱乐圈的王者。